鼓勵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的意見陳述 那我在想說聽舉各位意見之前 我先介紹就是說今天有來的兩位貴賓 一位是台北市議會陳立輝藝人的辦公室主任 李先生 另外一位是中坡里的曾傳達成里長 謝謝 那我想說 主任這邊也就需要 那我們就先聽舉人帝主意見 那里長這邊也沒有什麼需要跟我們大家先說明一下 里長也是畢竹 好 歡迎 那我們就 對不起 那我們結局的中規處、開發處 我們就先到台上等說 請就位好 各位 我們中坡里的第一名 里名祝福 我也是 是所有賢人 我今天來這麼多的祝福 非常感謝夏宇也這麼有踴躍 我希望是這麼多踴躍的話 所以說我們祝福 先有意見的話 先提出來 也有一些關心我們這裡的開發基地 也有一些熱心人士也有來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祝福先提出我們的意見 然後多一個時間 他可以表達他們 收他們的意見也可以 所以說我們重點是 我們在本基地的祝福先優先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那我們就先開始 先大家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謝謝 那就先謝謝曾理長 那我再想去說 我們進行的過程 是不是先 提起三位所有全員的意見以後 我們先做地理的答覆 那我這邊是有先收到一個 劉先生他先有一個書面的意見 那我大概先就這個書面的意見 我先做個簡單的回應一下 他的陳述意見是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 第一點是蓋房屋時不能海沙屋 抽空減料 第二個意見是說 一坪換1.5坪 還有停車位 那就這兩點我先做個簡單的回應一下 有關於蓋房子的時候 不能有海沙屋 這部分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們捷運在新建這種公共大樓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那種 陸裡只得的那種海沙屋的檢驗 那這部分我想說 捷運已經建設了20幾年 那就這部分來講 我相信各位地主要可以放心 目前的幾條線上 都有一些連開的公共大樓 那這部分我想說 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那我們到時候書面上 還是會給各位來做個回應 那至於第二個部分就說 連開一坪換1.5坪 還有停車位這個部分 因為我關這個 實際的那個 這個 全域分配的比例 因為目前我們 在進行的 到目前是在做這個 土地估價的部分 那依照我們連開作業的程序 就是說 土地估價完以後 我們當然接下來 要確定我們協用地的面積之後 我們會委託這個財務顧問 那財務顧問會根據 這個土地估價出來的結果 還有協用地的這個面積 還有我們捷運建設設計的成果 他再去估實際的 這個未來我們跟投資人之間的 全域分配的比例 所以目前 我們實在也沒有辦法 跟大家很精確的講說 這個全域分配的比例是多少 那在去年 去年 應該是去年底的時候 我們有開過一次的說明會 那那次說明會裡面 大概有提給各位地主 就是 我們有試算的一些 全域分配的比例 那還是請各位地主 可以先參考那個比例 好 那不曉得就說 各位土地所有權人 還有相關權利人 有沒有什麼意見的 大家可以舉手 我們都有麥克風 感謝各位長官 在這個私人的天氣 歷齡 指導 辦理這個中心會 我有幾點意見 第一點意見 就是中坡裡 這些房子 已經很久老舊了 肉水 菌葉的部分很多 甚至造成 零基的很多糾紛 請師父 解析明豔 建舉旅行 迅速完成這個連開案 再來呢 在開發其中 基民的安置 提供中基住宅 以免住戶流離失所 並且便利我們 究竟了解 進度 第三 就是通風景 剛剛有一個那個 通風景的圖片 非常緊零這個住戶 我建議這個通風景是不是在 因為後面就是山區了 是不是在那邊做出口 不要緊零住戶 並且可以充分利用這個通風景這個 可以增加更多均數出來 還有兩點 我們這個費場是股場主要 還是油場主要 這費場需要使用費 需要錢 那我建議以後我們進出 是不是從福德街那邊 像到私人的天氣 大家繞一大千 我相信大家的感受都不好 是不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還有我們開會 開會以前我希望那個 發言條就放在千道處 讓我們拿起 就隨時 照自信可以 大家可以發言 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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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